我们今次的主题继续上一次的 就是寻求不同的策略 帮助不同的人 因为人之不同 各如其面 因为有时人真的 其实是因为人有问题 所以需要耶稣救赎 也因为人有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去祝福人 而很重要的就是 因为我们这里都是復兴宣教事工 我们是一个希望 復兴更多人的生命 让我们被神使用 不要只信耶稣 而是我们信耶稣之后被神使用 我们被神使用的时候 我们需要帮助人 但是帮助不同的人 是有不同的策略的 因为我们要分开人是这样的 就是有很笼统的两大类 一类的人 是都有机会会改变的 就是可以容易改变的 另一类人是极难改变 一直到死的时候 都不肯改变的 就是有些人一生都是这样的 我们帮助不同的人的时候 就需要有这个策略 就是说这个人会改变 那我用什么方法引导他改变呢 不是说他愿意改变我就直不离 跟他说过 因为直不离说 未必是有帮助的 大家如果记得 大卫犯了奸淫和杀人 拿丹先知去到 大卫是一个很听神话的人 但是他也犯了很大的罪 但是拿丹先知去到他那里 不是说 而是说 他施责你啊 你杀人啊 你犯奸淫啊 他不是用这个方法 他首先说一个故事给他听 就有一个人呢 只有一只羊仔 那么他就照着这个羊仔 好像一个女儿一样照着的 他旁边就有个人 就有很多羊 怎么知道旁边的人 有人来探望他 他就不吃自己的羊 他就去拿人家的羊 就去拿人家的羊仔 大卫听到这个人该死 他一听到这个人该死 拿丹先知就说 这个人就是你了 你有这么多 为什么你要拿人家的太太呢 这个就是拿丹先知的智慧 但是他知道 大卫是会悔改 神也都给他指示他 这个策略也很可能是神教他的 给他这个策略 但是如果有些王 他们不听话 当一个先知去跟他说话的时候 可能这个先知被杀的 不过如果神说你的先知要去 他也要去的 他被杀也要去的 所以我们帮人的时候 我们都寻求神的策略 用什么方法 不过通常来说 都是不要用强势的方法 强势的方法通常都是 比较难地帮到人的 而我们帮人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处理自己内心的情绪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 不过我们这次很笼统地说到 我们如何处理内心的情绪 就是有耶和说 帮我我必不巨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 人家不好 我们帮人明明帮他 怎样知道他反咬 怎样知道他骂我们 甚至有时出卖我们 有时会这样的 我们帮一个人 他出卖我们 但是圣经说 有神帮我我必不巨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 他不能够伤害我 他不能够破坏我 所以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不需要受伤害 其实伤害这件事 是在乎我们怎样看的那件事 我们可以被人一边捉住 捉住他鼻子来骂 一边骂你 你什么没用 你什么蠢 我们的心一直说 他因为他不信耶和说 所以他这么大怒气 他会这样骂我 但是不代表他骂完我就变成了 我真的有神的智慧 我真的爱神 所以他在骂我 我就说 心里面说 这个是魔鬼控制他 所以他会这样说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魔鬼在神的脚下 我不重要的 神帮我 我不用怕的 人能把我怎么样 他骂完我 我一样照生存 神一样祝福我 他在骂我 一直不受影响 这件事 是真的需要去处理的 有些人特别难处理 为什么呢 因为日夜相处的人 是很难受的 有时是这样 日夜相处的人 是常常骂人 常常快脾气的 是非常难受的 但是我们每一次他骂的时候 如果同一个这样的人住 每天都快脾气 我们属灵生命就一定很弱 一定不开心 所以我们就要学习 他一直骂 我们就说 这个是他的软弱 他只是不成熟 其实大人不一定成熟 有些人以为大人就成熟 不是一定的 大人可以像个小朋友那样扭脾气 他又不是那些虐 他就是他容易发脾气 他容易猛疹 他容易骂人 容易伤害人 那我就不用受影响了 这个是帮人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在帮人的时候 一直发脾气 一直猛疹 我们是帮不了人的 这个需要处理了 我们处理怒气 因为人的怒气 不能够成就神的义 回答柔和 使路消退 我柔和 他的路会消退 但有时我们不服气 他明明说的事不对 他明明在骂我 我怎样可以柔和呢 我就想 其实他有他的问题 他不成熟 我不用发生的 我一样柔和 例如他一直骂我 多谢你提醒我 我会尽力去做的了 我感谢你的 总之态度是好 他反而觉得很惊讶 为什么我骂过的人 都会骂我 为什么这个人骂我 他不会骂我 又会那么柔和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 好的见证 那如何对待有问题的人呢 就是对待不好的人 这里下面讲到 因那道路通达和恶谋成就 这些人是不好的人 有时我们帮人是不好的人 但是我们就说 神帮我们不要心怀不平 不用激气 神会祝福我的 不要心怀不平 在第一行说 默然依靠神 耐性等候他 他一定会祝福 所以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也不要为恶所性 反而为善性恶 这一点很重要的 有时有些人被人骂他 就一定要骂他 一定要逼迫对方 一定要伤害对方 但其实我们以善性恶 是神所喜悦的 那如何改变难于改变的人呢 首先聆听他 也去想他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呢 可能他受了很多伤害 所以他很不开心 了解他的状况 他的内心世界 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 内心世界 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时候我学过做阮目的 因为我需要支持 我以前开始一个教会 我读阮目课程 一边有人工收 但也要上班的 在阮目课程中 有一个导师 这个导师很懂分析人的思想 他是一个女性 他就形容他 有一次他搭飞机 旁边的男人就不断地跟他说话 他觉得很... 他不是信耶稣的 他总是一个普通人 他听了一下很厌烦 他就跟旁边的人说一句话 他说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大约就是 请你给我一些安静时间 或者怎么样 跟着那个人就安静了 这个老师他说一句话 也挺跳脾的 他说我好奇 其实他内心现在发生什么事 他会这样想 通常一个人 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我们就不会想他 只是想他这么坏 弄得我好激气 他就不是 我叫完他不要出声 他在想什么 可能他在想这个女人 我跟他说话 他又叫我不要说话 他说你很厉害吗 或者他的心 很多愤愤不平 他会好奇 这个人的内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在想什么 其实我们都可以有时 去想想一个人 会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很简单 譬如有一个人受伤 他被罵完 我们都会想一下 他被罵完 他内心会怎么样 这件事我们有时 很难去明白 因为我觉得他被罵完 他很长气 很烦 我们就会很激气 但我们去想一想 他被罵完 他的内心会怎么样 可能会令我们更容易帮他 这个就是去聆听 去了解 这件事真的要学习 我感谢神 我太太这方面很厉害 很多时候他有时会提醒我 他说那个人说这句话 你就想想他现在会有什么感觉 这个提醒我自己 去想想那种感觉 不要直不离 虽然我直不离也不是强硬的 不过很多时候我都是想帮他 有时他未必 当时未预备好 反而我想一下他的感觉 回应他的感觉 可能更有帮助 所以聆听之后就接立了 让他们有安全感 就是说 我知道你不开心 我知道被罵完很不激气 我接受他的激气 不代表我赞成他以后的激气 我接受他 我知道你现在很激气 你的内心很伤心 很不开心 我接纳他 就是接受他有这个事实 接纳他 令他觉得真的被人接纳 这件事是非常重要 我自己也有辅导不同的夫妻 我很多时候都会留意到 男性和女性的困难 因为女性就会说男性不说话 但男性就会说女性太多话要说了 他就会明白你的内心世界 所以这个接纳是重要的 第三是引导他了解他的状况 现在你在这个状况 当然我们先回应他的感受 然后我们引导他明白他的状况 你现在其实你被人激怒 你很不开心 你内心世界是怎么样 让他明白 然后想问他想不想改善 你想不想平安一些 开心一些 第四是引导他思想有什么方法 这个就是引导了 用问题问他 你想不想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 比如问他有什么方法 然后我们可以说 你想不想我给一些提议你 然后第六点 把波交给他们 就是说你觉得你有什么可以改善 你有没有尝试去改善 譬如有些人常常都找我们 常常都说来说去同样东西 我们就问他 你有没有尝试去改善 譬如说我都没有改善过 我们就不要说你下次去改善 而是说你为什么没有改善 原因在哪里呢 去问他 问他之后 就去引导他让他愿意去改善 就是把波交给他 为什么你没有改善呢 那么你觉得 你想不想改善呢 如果你想改善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去做呢 就是把波交给他 就是把波交给他的生命一路破坏下去 很多人生命破坏 因为他不听话 那这四点 就给我们有动力了 那你想你的生命破坏 还是想得福呢 很多人的生命就是 跟人关系不好 跟神关系不好 内心就会有点苦 结果又如何呢 跟人关系不好 整天都不开心 整天都很负面 睡觉又睡不到 结果又失眠 还有健康又不好 整天都会说 哎呀 很惨 很惨 有些人就是这样 他不明白到犯罪 原来有这个后果 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有这四点 去鼓励他们 你听神话 神一定祝福你的 还有第八 欣赏他任何小的改变 的那么多的改变 我们都欣赏他 你开始知道自己的问题 感谢主 你知道 你想改 感谢主 那你尝试去改 小小改 你上个礼拜有没有小改 他可能说 我上个礼拜都很不开心 那你有没有试过一次 尝试改变你的情绪呢 他有改变 我们就说 感谢主 你有改变 你开始改变 那你以后都会继续改变了 但是不背着他的淡子 什么意思呢 有时候有些人帮人 帮极都不肯改变 那我们就很激气了 其实是他的责任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责任 我们不能够背别人的责任 所以我们就不背着他的淡子 这个就是 如何改变难于改变的人 好了 我们对不同人的策略 我们需要分辨他是怎样的人 不代表不相信他会改变 但是我们分辨他是怎样的人 他到现在为止一个怎样的人 第二 求神指示怎样 不要被他影响和伤害了 就是我怎样 我有没有生气呢 其实这个知觉性是很重要的 经常知觉 我现在有没有生气 我想问大家 你上个星期有没有被人激怒过 或者上个月有没有被人激怒过 你激怒过的时候 你的心是不是 叫做这股 心不开心 但是当时你有没有知觉自己现在被他影响中 问题就是我们是很生气的 但是当时自己不知道原来我现在被他影响中 当你知道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我知道我现在被他影响中 就是说我需要处理 也有方法处理 所以我不需要被他影响中 你有这个知觉性才有下一步 没有知觉性 我哪个发生气 我没有生气 你说我大声 我大声而已 我是这么大声的 但我不是生气 有些人会这样 就是他不知觉他自己在生气 我希望大家都常常知觉 知觉我们现在的状态 有时人很有趣 因为我也是人 我留意自己 我发觉人有时会无缘无故不开心 大家有没有试过 没有原因 又不是有人伤害过我们 不知道为什么 比如你煮饭 洗碗 觉得很闷 无缘无故 我们知觉的时候 我无缘无故不开心 我们就学习 如何在这个时候 我们靠耶稣得胜 所以我们知觉 分辨这个人 指示 如何跟他相处 指示我们不让他影响 我发觉自己被他影响 还有求神指示 如何跟他相处 如何处理他的问题 如何沟通 如何讨论 接受或者善待他 就是说 有些人 我们可以沟通 有些人不可以沟通 有些人你只能够善待 就是你对他好 不能够沟通 因为他不会 不会听我们的说话 求神指示 用什么问题 不能够处理 或者能够处理 就是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们处理人的问题 有很多 我用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 又离婚 又被人炒了又与鱼 和子女又不好 经常跟人吵架 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 五样东西 那你帮他的时候 不是五样一起帮 不行的 你不可以 可能帮他先睡觉 先平静 先和神关系 我们就需要求神指示 哪样问题帮先 有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帮先 是帮他现在 哪样容易帮先 有些情况是要最紧急的 例如他的家人 找刀斩他 要先处理这个问题 看情况是需要处理什么问题 求神指示如何向他传呼 有些时候我们向他传呼 上一次说过 如何帮助那些 会伤害我们基督徒 今次我们就说 另一种 我们常见的人物 就是容易低沉的人 容易不开心的人 首先我们知道 圣经真理这个经文 我们刚刚看到了 其实他是需要这个真理的 就是有神帮他 他不用怕 人能把我怎样 他知道神帮他 他不用怕 他就不会不开心了 不过很多人 是会被人影响的 其实可以说 没有学过刻意处理生命的人 都会一定被人影响 其实我们个个都被人影响过 为什么后来 没有被人影响呢 因为我们学习到刻意 不被人影响 但这件事是 需要高度的知觉性 和高度的EQ 情绪智商才能够处理到的 如果没有情绪智商 没有一个好的情绪智商 立即倒下了 根本处理不了的 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他 因为他很受人影响 所以他就会不开心 但我们怎样帮他 不受人影响呢 神是帮他的 如何引导他明白这个真理呢 很多时候我们帮助人的生命 有几种事 一个就是他明白神帮他 他清理垃圾 以及从神得力可以处理他的情绪 因为太多人是重复吃垃圾的 每一天都在说 哎呀 这些人对我不好 我很惨啊 我很苦啊 真的很多人伤害我 我很多问题 很多人不断吃垃圾 哎呀 他骂了我很多次 他对我不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 如果你有这个习惯呢 哎呀 我的老公啊 老婆啊 子女啊 不听话啊 哎呀 我父母啊 好固执啊 哎呀 好难搞啊 是不是日日 重重复复去反思这些问题呢 如果我们是呢 我们都需要医治的 所以我们帮低沉的人 首先我们帮自己 是不是一个低沉的人 其实呢 我可以说 人犯罪之后 人的自然倾向是低沉的 就是 除了小朋友 小朋友比较简单一些的 小朋友呢 父母对他好呢 很多小朋友就会很开心 不过在这个时代未必 这个时代有些小朋友呢 是一样容易情绪化 小小过 因为为什么呢 可能 可能 这个 就是那些食物太多抗生素了 因为 养的那些 很多动物都用很多抗生素 就进入人的体内 还有 这个自然界很多塑胶 很多塑胶的微粒 进入了动物的身体里面 我们吃的时候都吃了一份 就是身体里面实在有太多不好的东西 也都是有食物 很多添加剂 那些药物 很多不同的 不应该有的东西 进入了人的身体 所以人呢 很容易有情绪的问题 小朋友是 真的比较容易开心一些的 你对他好 给他吃 和他玩 他就很开心 很开心 但是你和大人玩 他未必很开心 你给他吃 他未必很开心 你善爱他 他未必觉得很开心 他不是那么容易开心的 而我们的自然倾向 是会倾向于 不开心的那边 那我们知道 我们就需要学习处理了 就是 我们首先就是明白 神帮我 没有人能够伤害我的 没有人能够抢走我的恩典 我们相信耶稣 就应该全部相信 但是很多人相信耶稣 只是相信 有些人相信 最基本的是 我回教堂的人对我好 有些人相信耶稣 就是这样 他不是相信上天堂 教堂的人 是挺好的人 就是相信这件事 回去教堂也挺舒服的 其实他未必得救 身正得救的人 一定是相信耶稣救我们 以及我们可以 信靠耶稣得到永生 这是基本的信仰 但是我们信仰不仅是这样的 我们都相信神是帮爱他的人的 我们亲人他一定帮我的 所以我不用害怕 不用被人影响的 这一点是 叫我们能够平稳 安静 开心 如果不是 我们是不行的 还有我们需要学习清理垃圾 就是被人骂过 那你平时想的 会不会想起 哎呀 小时候 有时有些人 就经常想起小时候的 哎呀 都是最坏的 他那时候小时候 我小时候 他怎么欺骗我 怎么对我不好 令到我又没有机会读书 所以我现在前途坎坷 任何都不好 有时我们反复思想一些问题 或者现今的问题 总之心里面 是很多负面的东西 我自己呢 因为我学到这个知觉性 我一发觉自己负面 我立刻用圣经的正面思想 立刻取代 神是帮我 神是祝福我 神是欣赏我 我爱耶稣 神是欣赏我 我帮人 神是欢喜的 我遵从神 神是欢喜的 我现在建造在盆石上 我所做的神纪念的 我又不做都不好 求主赦免 我不是说我好了 求主赦免 我需要耶稣的赦免 我需要耶稣加力给我 那我 我遵从神 向着神的方向去 就算一杯凉水 都比一个小子 都不能不得上一次 所以我经常用这些说话 鼓励自己 大家有没有用这些说话 鼓励自己 我都有帮人 譬如甚至在小组 我都有鼓励其他人 已经是侍奉的了 或者我见到一个基督徒 我都鼓励他 或者身为你的邻居 你都会善待他 又找机会传福 这些都是神纪念 你有没有告诉自己 我都有帮人 我可以开心的 我希望大家有这个习惯 我问一问大家 统计一下 有几个人有这个习惯 你会找一些原因 告诉自己 我是可以开心的 找一些原因 我有做神的事 神是开心的 其实有不同的恩典 我可以开心的 有几个人有这个习惯 感谢主 那些没有的 你不用 哎呀死了死了 我不行了 哎呀要先坐下自己 扔下自己 不用的 你向着方向去就行了 那方向是什么呢 我有做错 就求主赦免了 我有指靠神 神已经喜欢的了 我求主帮我 神已经喜欢的了 我向着方向去 神已经喜欢的了 我又有祝福人 神又喜欢了 这些是会令到我开心的 我自己是会这样的 经常都会这样的 多谢耶稣 我现在在做的事 神欢喜的 哈哈哈哈 多谢耶稣 我未必笑出来 我从里面笑出来 因为如果我 不停的哈哈哈哈 那些家人进来 家人进来的时候 看到我 今天是不是傻了呢 我也是正常人的教皇 不过 我都求主帮我们 试试 有一个平稳安静 喜乐的心 来清理所有的垃圾 清理伤 我们帮自己也都帮人 因为我们今次说到帮人 了解一下 它有什么垃圾 经常都反着 有些牛反着 牛吃了一次 下胃 然后反着 然后嘴咀过 又再下去 到底有什么反着 它的伤害 被人骂 人家的闲话 被人控诉 失败感 有时我们做错的事 失败 遗弃被人遗弃的感觉 那些家人不要他 遗弃他 忧伤 发生 不饶恕 到底有什么垃圾 在里面需要处理的 帮他 引导他 就不用说 不要用强逼方法 你不要习人 神就罚你了 这样他觉得很大的压力 但是就说了 我知道那个人伤害你 是很困难的 是令你不舒服的 那我们 但是你不遥恕呢 神不起 我们怎么可以不遥恕呢 怎么可以遥恕呢 怎么放下不遥恕呢 那我们就去问他了 怎样可以走神的路 还有怎样可以清理这些垃圾 不再去想这些不好的事呢 那他引导他 去帮助他 那这个人就可以被改变了 那 就是说 如果 如果他一直都在这个状况 他不会被改变 他的情绪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们第一 要学习这个清理垃圾 那由第三帮助他 就是 时时亲近神 我将耶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知遥动 因此我心悔你我灵快乐 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所以亲近神是得力的 大家有没有习惯 一日不单止是 灵修时间祈祷 而是会平日都祈祷呢 有几多人会有这个习惯呢 举手呢 平日都会赞美神开心的呢 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 你试一下 行路踏车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你这个人会开心很多 神是赐给我们平安 起落力量的 多谢天父 神是真好 哈利路亚 整天数算神的恩典 神怎样爱我们 神做花祖树木 看到那些花祖树木 其实很多东西都很漂亮的 因为我们见惯 有时觉得不是很特别的 那些花瓣 其实好像叶一样的 花瓣其实很像叶 不过有时有些不像的 有些花瓣是有根的 但有些花瓣是没有根的 就是一块很不同的 但是花瓣是怎样的呢 它就是一块块包住 然后它就开开 就是这么简单的原理而已 但是神就会创造它 里面又有那些花粉 有些红性 痴性 就可以繁殖后代的 哇 神做的真的很美丽 神做人有感情 真的很美丽 虽然人有很多丑恶 但人也都有感情的一面 那我们 哇 神你真是好 我们就数算神的恩典 我有圣灵居住 感动我们真好了 神时时跟我一起的 神多次遥说我 感谢天父 这三点是帮我们能够 得力和处理低沉 第一 就是我刚才所说到的 第一就是说 神是帮我们的 所以我不用受人影响 我就清理垃圾 和亲近神可以得力 好了 那帮助低沉的人 我们是怎样方法呢 第一 首先不给他影响 不要因为他而不耐烦 那些低沉的人 有时令人很烦 为什么呢 帮极都不改变 日子都是一样 次次都一样 说来说去都差不多 那我们首先学 不要给他影响 我们给他影响 我们就没有一个好见证 而且变成了 我们越帮人越烦躁 其实我帮的人不少 除了这个聚会 因为平日都有不同的人找我 而那些人有时 重重复复同样的问题 如果我受影响 我就会很重的淡子 但是耶稣没有叫我们 单别人的淡子 我们负耶稣的欲 不是负人的欲 所以我们就是做神的吩咐的事 神是喜悦的 他的欲是容易的 他的淡子是轻散的 所以我们不被人影响 不要因为他而不耐烦 第二 接受他的错误的信念 这个影响他的情绪 就是很多人相信错误的 他相信什么呢 譬如他很恨人 这个信念 人是很坏的 所以我要骂他 那些人做得不好 我要踩他 我要伤害他 或者是世界上有什么不公平 我一定要拿回我的份 有时有些人世界上是拿不回的 有些人失去了拿不回 他失去了拿不回的时候 他就很生气了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世界很不公平 很不公平 那么他心里面就会有这个 就是很愤怒了 就是说 那个信念 是觉得这个世界是要公平的 他是会很愤怒的 我们是接受这个世界是有不公平 并且不公平是很多 那么我们感谢神 在法治的社会是有更多公平的 在香港和有很多地方有不同的 譬如在香港有人抢了你的东西 你可以告他 但有些地方是不行的 这个是某程度上是有公平的 譬如说 有人种族歧视你 或者有人性别歧视你 你是可以去报警的 这个在香港社会有某程度的 这些公平的制度 不过也都有不公平 你被人骂完你去报警是没什么用的 因为警察未必受 未必理你 有什么证据他骂你 那些有时很难处理的 这个世界总有不公平的 那就是说我们有时有些错误观念 很多人的错误观念是什么呢 我一定要结婚 所以很不开心了 总是找不到配偶就很不开心了 我一定要出人头地 但又不能出人头地 于是心就很不开心了 总是要求自己 或者要求自己不要做错 一做错就不开心了 就是有很多这些错误的观念 那正确观念是什么呢 就是圣经的观念了 我做错我求主赦免 我跟着顺利去改就可以了 我不能够一下子什么都完美的 我未完美不重要 我都可以开心的 有些人就不是 未完美是不可以开心的 因为我还未够好 人们都说我不好 所以我不能够开心 大家有没有这个观念 觉得自己不够好 别人说我 我就不开心了 所以这些错误观念 我们需要改变 圣经的观念就是说 我有做错我求主赦免 我是被神所爱的 我做什么对的事 神都欢喜的 神是纪念我做好的事 很多人相信的信念是什么呢 他做得不好 这个人我就要骂他 还有自己又觉得 我还有些人不好 所以我自己要骂自己 自己觉得不好 哎呀 我臭儿子臭得不好 儿子又不听话 我和夫妻关系又不好 真是很大的缺陷 很大的问题 我们的心里面 就会一直斥责自己 斥责自己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圣经的观念是什么呢 我做错我求主赦免 然后我去改变就可以了 不是一定要每一样的事 都做错了 我尽力去改变 就已经是可以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跟从圣经的观念 而我做任何对的 都可以开心的 我希望大家天天都告诉自己 那你就会开心 我一天是多次告诉自己 我做的事是神欢喜的 我是可以开心的 哈利路亚 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开心 因为我以前 在侍奉的时候 是受过不同的压力 这个压力有时 在我心中是一个习惯 自己会弹出来的 其实人人都有的 人人都有的 做错事 自己先说自己的 没有人告诉你 你自己先说自己的 真是坏了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这么论盡的呢 又做错事了 我们会这样有这个情况的 其实我们人人长大都是的 家庭和教会都会有这些情况 因为侍奉人员在教会受的压力 会比平信徒多的 但是自从我经历圣灵就不同了 就是侍奉上很轻散的 也都以前我做学生工作 就是很开心的 因为学生工作真的很开心 那些学生 我帮过中学生 小学生 他们的回应很热烈 很好的反应 那时候的侍奉是很开心的 但是我初期做牧师的时候 因为同工的要求 令到我很大压力 变成了我自己也有一种 无形的压力 但是我现在来说 我不是在那种压力之下 但是有时内衷会弹出来的 那我也要告诉自己 我现在做的事是对的 神欢喜的 我就放手了 那我也希望大家是这样想的 处理我们里面一些错误的信念 也都帮助人了 譬如这个人有这个错误信念 我们就问他 你觉得这个信念 令到你有什么感觉 譬如你一直相信 我是不够好的 人都不喜欢我的 我没有前途 你这样相信的时候 你觉得你做人会不会开心呢 你会不会进步呢 那你可以怎样改变呢 那我们就去引导他了 引导他去怎样找方法处理 那他人就可以帮助 就是帮助这个人处理他的低沉了 好了 那第三点 接受和关心他的状况 在主里面给他盼望 就是我接受 原来你受过很多人的压力 所以你很多负面的信念 很多负面的思想 影响着你的 那我们接受他有这个情况 就关心他 那现在这件事有没有影响你 有多少呢 譬如影响到他又睡不着 又吃不着东西 跟人关系又不好 其实我们都认识过 那些不少人是怎样呢 他不敢和人交往 不敢认识朋友 因为他觉得人是很容易害他 因为他被人害过 他觉得人人都会害他 所以他不敢和人交往的 那我们关心他 知道他有这个情况 我们都尽量让他有安全感 让他盼望 什么意思呢 在耶稣里面会慢慢改变的 你会慢慢好回的 你会进步的 这样去引导他 让他知道是有盼望的 有些人我们帮过 是跟人不懂得交往 但是他现在好回了 有些低沉的 现在平安起落 是可以改变的 让他盼望 总是让他盼望 耶稣经常被人盼望的 他指责他们没有信心 但是他说你有信心 就有一粒戒菜种 就不能够移山 就是说这个被人盼望了 就算你的信心很小也好 都能够移山的 所以你就有盼望了 第四 询问他想不想 愿不愿意 靠主出来现在的状况 他是这个状况 他被人影响 第五 引导他建立与神的关系 和处理生命 他建立与神的关系 深信神真的赦免 做了几错的事也好 神也赦免 神也给我们新的盼望 怎样祈祷得力 有些人始终学不到祈祷得力 始终学不到 怎样祈祷 可以有喜乐平安 我们可以帮助他 以及处理生命 如何清理垃圾 不让人影响 第六 为他按手祷告 经历圣灵的医治和释放 因为按手祷告 真的可以带来祝福 所以我们最后的 我们最后的时段 我们就会一起祷告 然后就有按手祷告 互相操练按手祷告 让我们操练 习惯了为人祷告 这样就会发觉 人是可以经历到 神的释放和安慰 第七 在过程中接立他会反复 低沉的人是会反复的 今天好些 第二天又说不开心了 我们接受他会反复的 亦都寻找策略去扶持和帮助他 他需要扶持 帮助是什么意思呢 譬如我教导他 带领他 扶持就是他需要扶 他需要有人陪伴 扶持他 亦都在过程中 欣赏他的进步 这个就是我们待会做的 帮助一个低沉的人 待会分终的时候 你们做什么呢 首先可以讨论一下自己 有些低沉的习惯 有没有受到一些影响呢 有些什么仍在影响我们呢 我们可以怎么处理呢 首先我们自己分享 和可以互相去帮助 就是说有这个问题 我们就不要用一个方法 你又不对 你又没有倚靠神 你没有喜乐 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 我们就不是用这个指责的方法 然后引导他 我们可以有什么方法 这件事又如何影响你 然后引导他去思考 你有没有愿意的心想去改变呢 所以两个部份 一个部份就是分享我们自己处理成功 可以分享这个成功的情况 我成功地处理到我的情绪 未必全部处理完 我处理过一些情绪是有进步的 可以分享了 然后就讲到一些难于处理的 然后大家一起去讨论如何去处理 我们一起站起身祈祷一下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思考到我们如何帮助一些容易低沉的人 亲爱天父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是一位慈爱的神 喜乐的神 在圣经里面说到耶稣说 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我们天上的父是快乐的 天堂是快乐的 耶稣是快乐的 我们亲近耶稣是可以快乐的 但是我们人有时习惯是沉患的 是没有喜乐的 求主帮我们整天算算神的恩典 由早到晚都多谢耶稣 赞美天父 我可以靠着耶稣喜乐的 耶稣是欢喜我们亲近祂的 我们做任何对的 神都喜欢的 多谢天父 求主释放我们的灵 释放我们的重担 这一阵你和耶稣说 将我里面的垃圾清掉 我的被人伤害 被人影响 不开心的 我将这些垃圾放下 求主耶稣帮助我 不要介意人的伤害 不要介意人对我 说过不好的说话 不要介意自己的失败 不要介意自己 说错的说话 做错的事 求主赦面 求主帮助 帮助我们做一个 开心快活人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哈利路亚 在神里面我们可以开心 我们一起赞美耶稣 让我们有喜乐 多谢天父 我们可以赞美神 得到平安喜乐 我们开心做人的 我们亲近神 神就欢喜的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多谢耶稣 神你真美好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感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